地基層 首帕地全山 大起大力 抖六人能公園这一案的区段征收开发 到我们张立山县长就任之后积极的推动它 112年的5月份云林县度 针对西部计算的部分有做一个审议 那完成之后地政单位就赶快如火如荼的 把这个报请内政部征收审议委员会审议 在今年的9月27日 无意义通过 一个办理的过程 工程制作约列要两年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除了有各项公共设施以外 我们最大的特色保留原有的人民公文风貌 那有监制防洪防灾 然后也兼顾了未来开发住宅区商业区 带动地方繁荣一些效果 这绝对是抖六最强的黄金地段 因为周边有我们的棚鼠森林公园 还有我们保留的3.4公顷的人民公园的立地 立地保留完成其中的1.1公顷 将近3,400坪要做清水公园跟停车场 停车阁总共有590个的停车阁 地上跟地下 所以这一块整体打造以后 它不仅是休闲娱乐 甚至所有的市民居住的最佳黄金地段 人文公园以及现在的碰鼠公园 整体呢 透过云林县政府跟我们抖六市 林胜觉市长所带领的团队 大家积极的配合 未来绝对是一个中台湾最棒的一个 亲子游乐的一个基地 所以今天动土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 所有17.88公顷 这当中所有的整地 还有所有的道路 以及所有的管线 通通啊 初步要来做完成 那未来我们土地也会做标售 那希望能够尽速达到 整个开发的一个目的 也能够促进我们地方的经济繁荣